张化申港乡水尾市场20号则发生了飞车抢劫案 一名毒品犯看到他因为他33岁这名男子因为缺钱花用 到菜市场随机跟踪富人 骑机车抢皮包 所幸菜市场的菜饭跟银行保全看到了连忙制止抓住人 张化申港乡的水尾市场一名富人上街买菜 后方却突然冲出一台机车 抢走富人皮包 双方发生拉扯 在行抢的过程有拉扯倒地 现在跟嫌疑人正在拉扯当中 附近有民众建议有违 马上前往上前来制止 富人无法抢回包包 差点连人也被拉倒在地 这时候热心的菜饭 还有附近银行保全上前制止 并将男子压制在地 而富人赶紧拿回被抢走的皮包 回乡起抢案人心有余悸 而帮忙制服抢匪的保全说 当下顾不得自己安危 以学过的勤拿术上前压制嫌犯 嫌犯母亲赶到派出所 不敢相信儿子才出狱 两个多月又犯下抢夺案 伤心又难过 索性被抢富人 伤势不严重 皮包也平安拿回来 但嫌犯得因抢皮包 再度回到监狱吃老饭 记者林峰有艳慈 张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